南韩离泰院发生万圣节严重踩踏事故 CNN记者Will Ripley直击现场 沿路经过只见大批救护车和警销 满满挤在现场救人 记者要进入现场一度被拦下 自曝身份后才获准进入 因为政府已经下了紧急命令 确保没有闲杂人等妨碍救援 而经过一夜混乱 周日早上的离泰院终于看到路面 记者也近距离拍下事发地点的巷子 狭窄的巷子前一晚就聚集上千人 而且人人都有半装 不难想象当时警方要救人时 有多拥挤混乱 现在警方也在厘清 踩踏意外是怎么发生 并针对现场散落的物品 协助辨证上百位死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